马总统真的要好好想清楚 也或许是要日理万集吧 马总统好像真的累了 520就职当天他被媒体拍到大 则说服国民党智库 则是赶快发表文章 巴蒙总统说话 文章内容有拍马屁的嫌疑 现在就连国民党自家立委都看不下去了 稍后追踪报道 好 这么多需要被诟病的地方 马政府到底要怎么样挽回民心呢 现在国民党还特别印制文宣 列出102年政府的重大施政成果 这些重大施政成果 包括了五阳高架通车 还有故宫南院动工等等 不过立委质疑 这些所谓的重大政绩 在过去都曾经跳票过好多次 怎么好意思拿出来再讲一次 您觉得最近政府有什么重大施政吗 政府的重大施政 这个 答不出来吗 没关系 行政院文宣有答案 看到没 光是102年第一季 政府施政成果可不少 像是二代健保实现负担公平新制度 还签署了台日渔业协议 甚至调涨基本工资 连五阳高架全线通车也是政绩 四度调票工程出包 但国民党文宣全部消音 报喜不报忧的 还有故宫南院博物馆准备动工新建 但这不是马政府上任第一年就给出的承诺吗 你这样敢讲是他是好的 是一定老百姓也觉得是很好 那个才是真正好 如果是感觉之后良好 我觉得选机上目的这个 我们的相关的幕僚或是官员 真的是没有贴近民意的 连自家人都不给面子 民进党当然不会客气 列出马政府上台五年的财经成绩单 赫然发现中央政府债务未长余额 在马总统上台后增加了1.4倍 中央政府赤字更是从97亿 一口气增加到2000多亿 这个就很生动 我缴税你再税 如果能够把这个五阳高架跟故宫南院 都当作政绩的话 那是不是633也可以再搬出来 执政成绩单一再被批不及格 也难怪这张文宣 民众只有这种感觉 政府最近有什么重大失证吗 政府啊 您的新闻学家 潘一帆 廖凯成 拍不到